華年縣政府為了要辦理社區發展業務考評以及輔導 27號則是來到了秀林鄉公所進行評鑑的工作 那麼秀林鄉長王玫瑰也向評鑑委員說明 公所積極輔導鄉境內的社區發展協會 來健全社區發展協會的組織架構 強化社區福利的服務功能 凝聚協會的共識的力量 共同來營造成為最幸福的城市 華年縣110年社區發展工作評鑑工作 27號則是來到秀林鄉公所 華年縣政府社會處行政科科長陳旭鳳 率領著三位評鑑委員來到秀林鄉 了解公所和社區發展協會所推動的各項業務 秀林鄉長王玫瑰 秀林村長周賢德 公所社會課承辦人員 並且說明頓用來推動的各項事務 秀林鄉長王玫瑰表示 商人之後就開始積極附導各社區發展協會組織結構內建權 落實執行每筆計畫 鄰居共識來開創美好幸福城市 目前我們秀林鄉有13個社區發展協會 其實這兩年來我們一直就是積極希望能夠讓各個社區發展協會的組織能夠競選 那還有他們的整個每一年度的年度計畫的規劃跟執行能夠落實 我想要離落實這樣的一個進度我覺得還有一個很長的時間必須要接受公所的輔導 當然我要先謝謝我們華麗縣政府每一年都會給我們非常多的一些機會 讓我們的社區能夠申請一些計畫來落實執行部落的一些工作 那本身我們公所這裡就是怎麼樣也要積極輔導社區 因為社區的現在的組織建構並不是這麼健全 那我們想說逐年逐年我們能夠讓每個社區能夠接受我們的輔導 那也接受縣府的輔導一起來整個把組織建構之後呢 我們怎麼樣讓把所有的工作能夠落實到部落 我想社區在鄉鎮的那個立場角色是非常重要 為什麼很多的工作都本來就是要以社區的自主意願為主要的動力 如果自主意願不夠的時候即便公所積極做輔導也沒有什麼用 所以公所這裡一定會未來的方向就是一定要密切的跟社區要做一些結合 讓他們的組織建構之後呢並輔導他們怎麼樣去做年度的計畫 那在計畫這個過程裡面怎麼樣讓他執行能夠完成而且更有效益 修林社區發展協會同時也是修林村長周賢德表示 他是相當地積極為自己的社區來努力 強化組織引起共識活化部的主人們的活力 我要把我們修林村的社區發展協會帶出活肉健康的一個區事方向去做 然後配合我們的公所的一大願景跟目標跟計畫 協助部落裡面的社區裡面的所需求的一個產業文化農村產品的這個事物 在活動方面把我們所自行的資源拿出 統籌起來連結起來 把他們能夠達到看到說設計活肉健康的一個目標 歡迎政府評券人員同時也提出多項謙言和疑問 尋問向公所的承辦人一一說明之外 尋問向公所所謂大力的宣誓 公所所支持的每項活動都會讓社區共同來參與、辦理 為了就是凝聚大家的共識 增進主人們之間的情誼 另外公所也在各村村辦公處正式一名照顧服務員 協助各村進行社會服務的服務 並且連結各項資源投入社區來為每位主人來服務 今天希望你去參與了